殿下 我忘了件事 什么 晚安 这口头是什么时候学的化了护身 殿下 起床啦 是床也不是非得起 殿下 殿下出座啊 我不想进来 但是我们家公子不见了 可能离家出走了 赶紧去找找 你叫什么叫 我不在这儿吗 谁啊 谁啊 怎么会有个男人说话呢 你家公子裴文轩 你今晚把令和白放 为何要放人 你偷偷放 我跟他有约定 公主疑辞 是关重的 老师 可以有对策 虚手如此猖狂 远向 尚无破局之法 不如以死局 求生局 我 令飞白失手 被擒 陛下 平约公主 奈凶杀人 恳请陛下为老臣 做主 是他把我当傻子 同谢蓝经一起算计这 征川 断手 是 不要 不要 其实一直这样被你掺着 也挺好的 你是傻吗 还跟我笑 他们要干什么你不知道啊 你放心 慢点 我说我算 你算了什么呢 你有没有想过 你耳术今日要是下死的时候 让人把你打残打废 我又没赶过来 你这辈子什么就完了 别生气 我都跟你说了 这都是我计划之中的事 你怎么没跟苏荣卿去吃饭 我都跟他们吩咐了 别去打扰你们 你真是 今天今天疼 疼疼疼 裴文轩 你怎么什么时候弄他自己去拼呢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觉得自己很重要 心疼心疼你自己 我都这么疼了你就别说话了 陪我靠靠 你 你 在红尘落我手中 我也都恋你的眼眸 我都恋爱你 我都恋爱你 裴文轩 他现在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忙 他管得了吗 还有你 难道要交于你 我一片好心啊 我代为达理 你不管 我不管 看我的 不就是管账吗 我来管 公主殿下 您如此尊贵地身为 我就算再尊贵 也是文轩的妻子不是吗 文轩朝政繁忙 管账这样的事 身为妻子 帮他打理打理 这不是应该做的吗 督察司这么不忙吗 怎么办 本宫就算再辛苦 为了文轩 也值得 至于钱财 其实也不是多大数目 我本就有封地 纳入仪并馆里便是 二叔 收收你的心吧 是吧 文轩 是 我夫人可厉害这儿 二叔 您可别招惹他了 老谭 你说句话呀 本宫出去吃顿饭的工夫 你们便把本宫的驸马骗过来教训 他再怎么样也是当朝驸马 黄金国戚 你们如此羞辱他 致天家颜面于何在 今日谁人懂得手 谁人下的令 通通给本宫滚出来 陪文轩 陪文轩 乃本宫驸马 本宫的人 你们陪家若是不喜欢他 就痛快点 将他逐出族谱 本宫陪他另立门户 若你们还想留他 那今日以后 你们如何敬本宫 便要如何敬他 这伞 这衣服 居然和上一世一模一样 因为 摘得现在手 手指一时寻求 若悲悲悲痛 难回是寂寞一种 我遗忘 若遗忘 再一旋 动画为无动 这一首 紧握 不落的细朵 尽舍的梦 多么陪你度过 感觉 他和当年给我唱起来的什么 好笑 放心 我一定会比我刚强的 不是 你最近怎么老爱抱啊 感情好啊 咱俩都睡同一张床了 你还跟我计较这些 咱这顿打挨得直 你看 你跟屋主你们现在 如脚似齐得多好啊 你都说了咱俩是闺中密友 你不会 对我有什么想法吧 你看我做什么 殿下好看 油墙还掉 平月公主 无故擅闯我陪伏 请陛下严惩 本宫真是爱极了你们这副 看不惯我 都拿我没有办法的样子 一会儿一定要好好发挥 你到底对我儿子 做了多少亏心事 不会我把你 当成弟弟一样来看待 你怎么如此的恨多 事情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听我解释 我不想听你解释 我都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了你 放你当夫 竟然又杀了他 不不不不 我怎么是不不呢 既然我选择了平月公主 就有十足的把握 他跟我是一心的 我们必须要依靠独察司 才能重新走出一条路来 去告诉平月 再也找不到有利的证据 他这个独察司 就算要折了 是 一个案子 若证人全部被杀 难道这个案子没有问题吗 竟然全死了 就在城郊 集体被杀后 气质荒野 他明知道阵上平月在查 还敢顶风作案杀人灭口 他们根本就没有把 独察司放在眼里 独察司 毕竟还没用心理起来 你在威胁我 亲家人被李荣 从刑部接走了 刑部吧 捉大逃犯 启禀父皇 擅闯刑部乃儿臣之错 儿臣愿自请 仗则三十 被燕塔送经一约 龙儿已经彻底地背叛了上官家 你这个当母后的 知道吗 我想让你拿着独察司和我的领牌 给你让你这么想到 和冰冰的望向一路过去 腾朝所有咸牙 当时军想过境了凉草记录 去盯着裴文轩 尤其是出城的方向 他一定有所要的 撤 撤 裴文轩自行 定是要去收集刑军认识了 竟然不能为我等所用 只能处置了 如果我只是为了诠释 近日所做的仪器 对于我来说没有太大力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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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